我被粉丝称为绿帽大帝 别的主播表演才艺 我却直播送绿帽 上一秒大哥还在求算姻缘 下一秒直接断线处理家事 只因我直播算命 遇到大哥连麦 我一眼看去 此人实属富贵之相 只是这姻缘不太顺了 老公 看什么直播呢 算命啊 这种人都是死骗子 别看了 估计董惠 他又要骗你的钱了 嗨 这不忙了一天才回来 休息会儿 我也就看个乐子 贵夫人 您可不能这么说 俺们挣的也是血汗钱啊 我一下就不乐意了 看他这面相 水性洋花 而且面色潮红 好家伙 现在他家里藏着起码三个男人 看你那穷酸样 都是些社会最底层的人 才会去搞这种算命 骗人捞钱的 要我说啊 年入不到一百万的男人 早就应该被淘汰了 虽然不是说我 但是 好记啊 为什么 男同志 我就问这一群谁能接住 我接 大哥 今日一挂小子免费送你 东南脚衣柜 西边屋子床下 外面空调机 您自个儿去看吧 话音刚落 那女人面色立马变得紧张起来 你你你 胡乱说什么呢 死骗子 我给你挂了 说着 就开始扒拉大哥手机 大哥自然也不傻 你怎么这么急 说着往窗口走去 一个光男人 正举着棍子 昂然处理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奶 我哪一点没对得起你 大哥想起我刚才的话 又冲向其他两个地方 托 家儿 这大哥也太惨了 这你的活干 还在这打拳 谁言我人足无大地 这一拳路 天地为我们接下了 混蛋 你给我等着 大哥说完就断了领 牛啊 陆大师 我高低得给你刷一个 话还没说完 房间就被封了 大哥刚刚没关摄像头 那棍子都让人看到了 不过不是我的错 应该一会儿就解封了 我躺在沙发上一看 自己的订阅 已经有两万 足足翻了十倍 好家伙 这以后不得顿顿吃龙虾 甚至有些观众 已经给我起了一个称号 绿帽大地 到了晚上直播房间也解封了 我打开直播 观看人数瞬间一千多人 慕名而来 绿帽大地 谁言人足无大地 现场给我整燃了 球挂 侧老婆会不会给我戴帽子 各位新来的朋友好呀 想要知道什么 我都可以跟你说说 当然本人三不算 一不算死人 二不算同行 三不算自己 根据主播说的这几条规则 应该是有点东西在身上的 就在这时 白天的那位大哥 溜进了直播间 本人来了 大哥脸色都差了很多 看得出他对那女人是真的上心 大哥二号不说 直接给我刷了五个火箭 当场我就傻眼了 这是有史以来 我见过的最多的钱 起码都有五千 感谢大哥送的火箭 大哥刷完火箭之后 就直接又消失在了直播间 不曾留下一句话 不过这时候 我都开花了 要是每天都有这么多钱 说不定自己就可以买房买车 迎娶白富美 从此走上人生巅峰 就在这个时候 又有一位观众请求连线 这不小康生活正奔着自喜而来吗 结果一接通 对方穿着警服 板板正正地坐在摄像头前方 笑死 主播被警察盯上了 这不反诈骗中心吗 可恶啊 谁举报我绿帽大地了 对面的警察很友好的打了一个招呼 你好啊小伙子 我是反诈主播 你是什么主播 上一秒 因为大哥打承过来帮我看花 下一秒就被警察叔叔连线 我是反诈主播 你是什么主播 面对警察叔叔的审问 我只能强忍着头皮 整活的 警察叔叔 我就平时跟他们聊一下 哪个星座的渣男最下头啊之类的 可以啊 小伙子 要不给我算一下桃花吧 好嘞 这就给您算 我本打算扯两句 并宣传一下反诈骗工作 然而顺手一掐 警局外面居然有人拿炸弹 怎么说 绿帽大地面对警察叔叔也敢整活吗 又严肃了起来 卧槽 不会又闹出什么明场面吧 比如 因为整活而进去第一人 前面的 炮子大地是吧 我丝毫没有犹豫 警察叔叔 警局外面有人拿炸弹 快找人排查 结果我这一番话给所有人都整不会了 我真是高看你小子了 为了火啥都敢干啊 真无下线啊 抓走算了 小子 你当真的要是整活的话 你小子可就贪上事了 你心里 一个月前才开始进行反诈骗宣传 旁边还有一个助理没出镜 穿着红色人自托 这小子该不会调查自己了吧 我乐个趣 啥啥啥啥 这是啥了 我没有看错吧 我的天 真的 我刚才正好录屏呢 是红色人自托 李警 这门北方五百米 南方五百米 还有停车场 各有一个炸弹 你们快去 再晚就来不及了 李警也是立马派人去排查 并且让助手 锁定了我的IP 我他 来真的呀 大师 玉貌大帝 感情不是炒作的啊 真有本事 就算他整活活了 搞这一出肯定要进去 到时候他也没机会花 事情不到最后 不能直接断定 快看吧 不一会儿 又一个警察走了过来 炸弹全部都已经排查完了 总共三颗 幸好没什么技术含量 并不需要高强度拆弹活动 直播就到这里吧 下次咱们在一起 宣传防诈骗活动 我来过去 来个直播间还能看到这 简直太直了 玉貌大帝这个称号不太好 以后直接反炸大使 有意思 本来是反炸 后来成了反炸 此时 直播间的人气 涨到了七千多 嗨嗨 大家好啊 我是算卦时长 二十年半的练习生 主要业务有 算卦 风水 解梦 喜欢主播的 多多为我刷礼物吧 我他 这么快 各大平台都有主播的视频了 就刚刚反炸的视频 不再是绿帽大帝了哦 已经是反炸大师了 我还是比较喜欢 大帝这个称号 不过请务必给我换个前缀 怎么说 反炸大帝 直接露天帝得了 绿天帝如何 随着直播间 人气飙升 刷礼物的人也多了起来 对了 未成年人 不许给我刷礼物哦 刷了主播 也不帮小孩子算的 此时又有人要求连线 这名字是小孩子吧 主播 你就同意呗 给他扯两句 血光之灾笑的 这样他就不乱了 嗯 前面的 撒旦身上都得文个你 好吧好吧 反正现在十点 多快下播了 主播哥哥 你会算卦吗 我会呀 但是哥哥不能 给小孩子算的 不是 不给我算 我爸爸妈妈又吵架了 他们刚才又摔东西 我的小猴子机甲都坏了 可怜的孩子啊 父母之间的关系相处 真的会影响子女一生的 是啊 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懂不懂 反正他们也很少在乎 这些孩子们的感受 哥哥 你爸爸妈妈也吵架吗 哥哥没有爸爸妈妈哦 很早之前就没有了 小子 你比起我还好了 你起码能看到父母 哥哥 可不可以帮我算一下 妈妈在哪里 他刚刚吵架跑出去了 爸爸出去找到现在也没回来 我好害怕 不哭啊宝贝 我帮你说主播 绿天帝 你算不算 小朋友 你姓什么 家住哪儿啊 我姓黄 家里是开园小区 好像是第三栋楼 七层 然而 我算着算着 表情再次收住了 哥哥 可不可以帮我算一下妈妈在哪里 然而 我算着算着 表情再次收住了 完蛋 小朋友的爸妈很快就要出意外了 再过一会儿 就要变成第二个我了 怎么说 主播 这个时候别吓小孩子了 绿天帝 你快说啊 现在怎么样了 绿天帝一严肃 我特么就害怕 前两次直播 我都在现场 我现在还是比较相信绿天帝的 我一想 现在绝对不能吓着小朋友了 于是在纸上写起了字 这小孩在隔壁蓝河市 其父母将会在十一点 整于青海路十字路口出现以外 两人先后被车撞死 望各位在附近的网友能够帮助一把 不管怎么样 这么晚把小孩子一个人扔在家里都不是好事吧 就算是骗人的我也要帮 现在咱们别管其他的事情了 就把这当成真的来办 同意 有没有蓝河的朋友 麻烦先报个警 我是蓝河的 我现在已经去小男孩说的那个地址了 好样的 我也去了 前面那个朋友 既然去小男孩家里 那我就直接去青海路了 我也去青海路 实在不行先把路封住 反正晚上车不多 造不成堵塞 还有我 哥哥 你算出来我爸爸妈妈在哪了没有 我听爷爷说你们啥都知道 算得可准了 没事的 你爸爸妈妈已经和好了 只是他们迷路了 哥哥已经告诉警察叔叔帮你爸爸妈妈带回家了 你要是无聊 哥哥给你一眼超人好不好 好呀好呀 我最喜欢看超人了 于是我拿起毯子披在身上 故意做着滑稽的动作 逗小男孩开心 此时 大家也都看到了我的房子 只有一个破旧的沙发 一个桌子 突然有点心疼主播 真的 之前还开玩笑说他快租不起房了 这么好的人 我怎么能这么说人家 我真该死 不过这些弹幕 我并没有看到 现在正脉里的扮演滑稽的超人 我的天 在现场 蓝河老热闹了 都特么给整感动呢 真的 我也在现场 小伙子们跑得出了一头汗了 我没法去蓝河 这样子 我给主播刷几个小礼物 主播后头做个抽奖啥的 给咱们帮助过的朋友们靠牢一下 同意 我也给咱们刷几个礼物 薛盛道没多少钱 全奸了 果然 爷爷说过 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啊 虽然以前没怎么遇到过好人 怎么回事 难道只有我一个人看到了 主播刚才咳出血来了 你不是一个人 我也看到了 主播不会是有什么病吧 为什么不去看看啊 你这不就是何不是肉鸣啊 你看他的家 这么穷肯定没钱看病啊 没事 主播没事 你们蒙你们的 该杀杀 主播 你拿杀礼物的钱去看一下病吧 是啊 好不容易眼看着有个正能量主播 没钱你就说 大家给你搞个重筹啥来 打住啊 我不是乞丐 不要施舍的 我有正当职业 大家没看直播间公告里面的价格表吗 当然 大家要是想给也能给的多一点 但是我有两不收 一不收无公路 二不收他人才 求你了 希望你不要塌房 这是我第一次粉上一个主播 我看时间到了 立马又掐指算去 怎么说 蓝河的朋友 现在找到了没有 时间也都快到了吧 绿天地又在算了 大家别着急 等等 大家放心 已经没事了 蓝河的朋友给我好好教训他俩 人在蓝河 危机解除 任务圆满完成 找到了小男孩的父母了 警察都在教育他们 这次他们肯定长记性了 听到好消息就行了 睡了睡了 顶不住了 各位咱们明天见 我刚关掉直播 就想起一阵敲门声 推门一看 两个警察叔叔 陆先生是吧 你说你是靠算卦得出了炸弹的位置 虽然有点不可思议 但确实如此 什么算卦 我看你就是幕后主使抛出来的烟雾弹 要讲证据的 警官 你发现了我有犯罪的可能吗 这样吧 陆先生 请你帮我们算出犯罪嫌疑人现在的位置 我低头刚开始算 我看他就是个江湖骗子 李队 你觉得呢 说实话 我还是比较敬畏这种事情的 以前在老家也发生过科学解释不了的 那个人现在就在警局 李警官听完立马安排人排查 最终在厕所发现 正在装炸弹的犯罪嫌疑人 陆先生 不好意思 大半夜的打扰您休息了 他们走后 我倒头就睡 这一天又是反诈 又是逗小朋友 最后还要做笔录 就是超人也顶不住吧 第二天 我发现昨晚的蓝河事件登上了热搜 便立马打开直播 莫名前来 看一下大家说的唯一正能量主播到底啥呀 昨晚直播在场人员 大师 你火了 下一步就是国际主播了 新来的朋友大家好啊 昨天的礼物我已经整理出来 随后做成抽奖全部送出去哈 主播 你要不先拿这些钱去看下病 租个好点的房子 吃点有营养的 随后再有钱了回馈观众也没差嘛 是啊 我特么都害怕主播你死我手机里 什么话 什么话这是 不吉利啊 兄弟们别咒我 此时 直播间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这就是那个天天搞封建迷信的网红 投意回见这种营销手段 那个机构想出来的方式 666啊 主播不搞封建迷信 也劝导大家不要相信他人具有导向型的语言 我也就是个普通人 平时搞一点这个 维持生计而已 话说的这么好听 钱不都还是揽自己手里了 赚钱嘛 不寒扯 天人就不对了 就是 这种江湖骗子都能火 观众也是瞎了眼了 不是 钱问的你们瞎了吧 没看到公告的抽奖吗 你们但凡了解一点而不至于乱黑 大家别吵了 让他们黑去吧 有热度了这也是自然的 结果这些黑子 却越来越过分 有一个竟假装粉丝连线让我算他 你这个江湖骗子 快点啊 我还等着揭穿你呢 你这种人也只配搞这 是不是九年义务教育都没上完啊 你这个人真没素质 咋还人身攻击呢 我没有素质 我就没素质怎么了 我真无语了 主播直接给他挂断吧 浪费时间 只要喷嘴吧你 怕是水井来的 臭算命的 也 陈国威 是你的名字吧 呵呵猜错了 大家刚才仔细看 就他这表情说 没被猜出来狗都不信 他那个被人骗出 银行卡的表情 简直笑死我了 跟个狗一样 你是1997年出生的 是又怎样 有经验的人 看脸上的周文也能猜出来 他这回学聪明了 因为害怕被看出情绪 保持着一个表情 我去 这小子怎么突然面瘫了 小小年纪就中风 被刺激到了事故 他是不是以为 这个样子就可以 让京城白家给他婚约 我看他这样子 京城白家 直接给他俩嘴巴子 那咱说说你的经历吧 你12岁的时候 给隔壁老母猪下毒药 拿一瓶脑鼠 要到隔壁家玉米糠里 结果玉米糠是给人吃的 难道这小子12就 我的天 这种人着实可怕 这不给他判无期 我在家都害怕 瞧的是那邻居大丰收 把玉米糠粪给你加了 你爹刚吃一口被你拦下 结果在医院里洗了两天 被财脱离危险 后来把你双树上打了三天三夜 你特么 时间到 我打了个响指 接着陈国威身后出现了一个人影 上一秒黑粉来喷 下一秒 我直接推他八字 让他糗事全网直播 时间到 故弄什么玄序 死骗子 尼玛挺会讲故事啊 要是让我知道你在哪儿 我一定把泥石打出来 哈哈哈哈 你看这货 人身攻击了 大家快看他身后 那是 只见陈国威身后站着一个人 一巴掌抽在他头上 草你妈的 谁偷袭我 大 你这个孽种 闲着没事 你可以把村子里的屎都吃了 又去别人家菜地生活 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孽种 我特么打死你 爹 我再也不敢了 我真的不敢了 再也不霍霍邻居了 你这个孽种 上次还烧老子内裤 把可乐换成醋 我去 这个陈国威简直是啥兜作啊 撒旦见了都得给他递根烟 不行了兄弟们 笑不活了 碰巧这个时候 嗯 他爹看到了直播的画面 特么的 丢脸都丢到外面去了 没事还在这开直播 老子今天非得打死你 经此一意义后 直播间的黑子 也不敢再猖狂了 之后的气氛 倒是和谐了很多 第二天 我被一阵敲门声吵醒 开门发现 又是两名警察 是这样的 陆先生 经过我们的调查 已经确定了犯罪嫌疑人 并且他对其罪行 供认不会 那不是挺好的吗 嗯 这还用专门过来 告诉我一声 还有后续什么事情 需要我做吗 不是的陆先生 我们专门来 给你颁建议用为奖 这是好东西啊 听说还是有马内的 警察统治 什么时候去领奖 我们现在就走吧 出门后 我正好被夹在中间 房东大妈看到 都不敢相信 老李你看 小陆这是做啥了 他呀 他这众人 去警察局 不是很正常吗 甜甜媚个争景样 那看他造作改这样咧 不像我儿子 现在上大学年 将来肯定直接做办公司 我觉得倒不一定 是陆小子干了啥事 或许有啥误会呢 呵呵 消死我咧 他去警察局 不思令营受拙 难道还能领奖啊 真要死领奖 那 把个头宁还来看 很快我就从警察局领奖回来 并领了两万多的奖金 房租还没交呢 趁现在手里有几个钱 先把房租交了 我给你舍 陆进船这孝子 做不做好地 上次那看见他拿着隔壁甲 才卖地计 然后揍到角落 锅里耗一会儿才出来 那几个微秘不真恋你 还有还有 他上次那里 这时我正好走了过来 聊什么呢 这么起劲 大人舍花笑还查罪 真没厉猫 我知道这老女人是势利 俺的搭脸 房东大妈 我来给你交房租了 你还有钱咧 偷猎不少吧 你这个人怎么胡说呢 我的钱清清白白的 那寝宴看见 不知道那个孝子金裂净扯 我那时去领奖了好不好 大妈你能不饿 能嘴上积点得啊 你骑灵匠 笑死恶劣 你这种人 骑静局灵匠 另类音寿拙吧 你要是骑灵匠啊 饿走把那头拧哈来 我掏出手机 行 这是你先找事的 我让全世界都知道 你要拧头不过分吧 我直播算命 获得剑义勇为奖 竟遭邻居大妈眼红 哎呀妈呀 瞎死恶劣 你这个摩迪摩马的 笑闹中头的东西 还不让人舍脸 大家快来看啊 陆静喘这孝子 金镜茶局里 钱填头钱 左填头几的 这孝崽子 仅填金镜局 恶都这么舍他一哈 让他以后 哨头几抹够的 他到号 现在犯过来舍 恶躲贯闲丝 还扬言要把恶头 拧哈来 解放邻居门啊 你们都快看看 这个坏孝子 我攥着拳头 气得直胸疼 房东大妈也去拽他 你快回去吧 别当着这么多人 说这些 什么 现在这个死刀 左坏丝 都不让人舍咧 这仔子从校 抹点抹马 抹娇样 到舍会上 夜思已知嗨虫 这么咧 咱们总不能挡一次 假账教育教育他吗 大家舍对不对啊 对啊对啊 是该教育 这小子当真这么无赖吗 平常看着安安静静的呀 谁知道呢 都说人不可貌相 反正我没少听老李娘们 透露陆锦川干的坏事 我反正对这小子 没有好感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 也不知道其中 到底有没有名言人 但这时候 大家就一个目的 吃瓜 还特么是吃瓜 他们不在乎 是否该尊重真相 也不在乎 是否该尊重一个人的尊严 只想要某些人 丢掉自己的尊严 当众丢脸后 灰溜溜地爬走就好 然而我去领奖前 就打开了直播 直播间的网友们 都知道什么情况 这老娘们 竟长一张破嘴避避 太可恶了吧 这娘们直接戳人家痛点 都知道绿天帝 是一个人生活 是个智力正常的人 都应该避讳这一点吧 前面的兄弟说的不错 这老娘们就是坏呢 心这么毒 灭绝师太骂你 他老公没少抽他吧 我举着手机 走到街方面前 他们顿时莫不作声 只剩下老李娘们还在骂 看我走过来更加起劲了 你拍什么拍 干坏思金镜局 还不让涉猎 大家看看啊 真死恶人挡刀 就这种女人 我在农村真的没少见 都是这种人 火辣得很 是吧 有的还好 她只在你背后说你坏话 这么勇的真是少见 珍惜动物了属于事 我突然想起来 就因为我上次穿了一条牛仔裤回家 一路上背路边大骂指指点点 后来还传我是那傻的 太恶毒了 有点心头绿天地 是啊 背骂这么多 聚聚都指着鼻子骂父母 要是换我早就一个飞踢 给他踹掉大牙了 别说了别说了都是街坊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做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再说了 要真的是偷点东西 你也别骂人家父母啊是吧 他还舍要绑个头 宁哈来的你 那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哦舍弃这个 你不是还去警察局灵将吗 来来来那看看 那看看什么将 您受着司吧 此时邻居们也等着看我的笑话 我对着手机说 李警官 你都听见了吧 之前我被指着鼻子骂的时候 就已经和李警官连线了 你们简直胡闹 我觉得你有必要来我们这做做吧 老李娘们脸色一变 不过很快又觉得是假的 于是指着李警官又骂了起来 卧槽卧槽 世界上真的有这种稀有生物吗 收容所的呢 快过来把它收容了 编号和名字我都想好了 就叫380泼妇 屏幕里的李警官都快气炸了 这老娘们前脚侮辱建议勇为的英雄 后脚就来骂自己 必须得关上几天 当场就给这边警局打了电话 老李娘们听到后 不敢相信地看着我 卧槽 这老李娘们倒了霉了 可不是吗 没想到陆景川真的和警察有联系 有一说一我刚开始还疑惑 我还以为这个警察真的是录像 结果 让警察关几天那老李娘们也好 嘴见巴巴的 上次我只是从路上经过一条内裤 飞到了我的脸上 那老李娘们就特么给我造谣 说我有偷内裤的癖好 更可恶的是 他还造谣我专门偷男人的内裤 快拍下来 到时候我要做成鬼柱 让他活一把 金汤泼妇奖给你了 拿着 老李娘们听到我们的对话 笑路啊 杠杠饿都舍得开玩笑的 都舍怨寝不如金林 咱这金林都等于寝气吗 都舍假丑不可歪扬 这次都酸烈吧 什么 假丑不可歪扬 这就攀上关系了 谁认识你啊 妈人家这么多 现在也亲戚的身份 什么脑回路 强烈建议收容所过来收容 主播 给我蹂躏他 我实在是看不下这种东西了 谁他妈认识你啊 你谁啊 我爹妈 爷爷奶奶全没了 我哪儿有什么亲戚 你这种人 就应该关上几天 那里才是你的亲戚啊 最终这老李娘们 带上了他梦寐以求的银手桌 回到家后 一个网友请求连线 主播 我就想和你玩玩 上一秒刚送条事 大妈进局子 下一秒就被小伙连线找查 主播 看大家把你说的神乎其神的 我想找你玩玩 怎么说 我一看 这人多半是来找查 说吧怎么玩 奉陪 猜我要玩什么 我乐过去 这团直接就开啊 粗不及防了 这绿天帝怎么反应过来 再者说 要是绿天帝说了 这小子定然反着来 怎么样都是数啊 这个游戏本身就不公平 我二话不说 低头就在纸上写了起来 快看绿天帝 写东西了 他不直接说 我也想看看你们说的绿天帝 到底有没有那么深 你说这个小伙子 该不会是请来的托把 然后就按规定的流程走 前面的一看就是新来的 你们是不知道绿天帝的神奇之处 就是就是 绿天帝就是我的山 此时我也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小伙子 你可以说出你的答案了 即使我会拿起这张纸 一看便知 难怪绿天帝要写在纸上 这样的话就不存在变卦的情况了 无愧是我绿天帝 你怎么不先拿起来 我先拿起来 不是 对面的小伙子 你这么玩就没意思了 以我看这小伙子就是纯属找茬来了 可以 我先拿起来 随着我慢慢拿起 纸上写的两个大字也展现在网友眼前 师父 哈哈哈哈 我刚已经录屏了 所谓绿天帝也不过如此嘛 看吧 我就说是营销 我查了对面的小伙子是个打架博主 只不过不太晃 什么 这根本就不公平 绿天帝先拿起来的好吗 临时变卦税不会啊 这就是所谓的打架 你别说 你们的什么绿天帝是不是猜错了 就是 别的我不管 你就说他才没猜错吧 你们这群人就是为了黑而黑的吧 我算看出来了 说不定你们还是对面那个所谓打架人请的 直播间充斥着对我的质疑 那个小伙子也不断的嘲笑我 行了 你要和你的热度说白白落 那个谁 叫我做什么 想收买我啊 等会儿 你至少得说出来你的答案是什么吧 那我就让你死个明白 我的答案是 鸡剑 正说着 我缓缓翻出纸张的另一面 鸡剑 我只想说五个大字 绿天帝牛逼 何人敢质疑我绿天帝 黑子们 出来啊 告诉你个事实 我也开着录屏 抱歉 你要成为我的素材了 再见 太帅了吧 绿天帝 抱歉 你要成为我的素材了 第二天我发现自己的热度又上升了一大截 有许多百万级别大博主求合作 顿顿吃龙虾的日子指日可待啊 于是立马打开直播 此时直播间突然进来一个人 我擦 我没看错吧 这是小野 我操 真的是他 你们别嚷嚷行步 让我跟我老婆说句话 让开 让我自省这哥们 我上火 小野进来就要求连线 大师好呀 不得不说小野显得极其性感 如果有这样的女友 你会几点回家呢 你好呀 小野久养大名 卧槽 我媳妇好有礼貌啊 更爱了更爱了 前面的魔症了吧 这个不是应该的吗 是啊 现在很多人说的话都很不礼貌 没想到当个正常人都要被夸奖了 我这边可以提供一些小服务 就是和星座差不多 你想知道什么 我想算一下我的事业 可以吗 我点点头 低头开始算 嗯 奇怪 看不透 于是我拿起纸笔 配合着手指掐算 卧槽 我从来没看到过绿天帝这么认真 他一看 还没有看出来 居然都用上了纸笔合手 是啊 之前八成国威一生的糗事也只是掐指算了几下 难道说 小野要遭遇什么了 百万级别大主播小野找我连线 竟被我算出一个恐怖的事情 几天后 小野的床照就会被全网流传出来 但是这整个都是人为造假的 我眉头为皱 嗯 这么简单的事情 为什么算了这么久才算出来 我的天 小野 快去订票 去上乡 还来得及 他皱眉了 绿天帝 你不要玩这种啊 我真的害怕 我不能失去小野 小野 你的失业可能会受挫啊 小野却不以为然以为我是专门搞节目效果 那我该怎么办呢 小野 我非常认真的跟你说 没有任何直播效果 可以的话 留一个微信 好的呀 我后台发给你 随后 我和小野有一句没一句的聊 突然看到客厅墙上挂着一幅画 那幅画极其诡异 隐隐能看出这幅画 有些许黑气环绕 也许瞎算之所以这么失利 就是因为这幅学画吧 绿天帝又在想什么 我总觉得他没有认真不 是啊 自从算完之后 他好像就心事重重 难道真出什么大事了 我觉得是吧 可能算出什么 屏幕前不能说的了 你们能不能别瞎猜了 人家主播没啥事 你们都能说出什么事来 是啊是啊 算命啥的 图一都算了 别太当真 自己的命运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呢 对了 这位朋友说的不错 算命啥的 主要还是看自己 大家也不要过于迷信了 哎对了 小野 你身后那幅画不错啊 是威廉古堡吗 什么 哪有威廉古堡啊 你说的是这幅画吗 就是这个 你是不是看错了 这是雪原啊 我一个同学画的 我再仔细一看 真的变成雪原了 我乐个去 怎么回事 总不能是恶出幻觉了吧 我揉了揉眼 那幅画又变成了诡异的城堡 小野家怎么会有这么邪性的东西 要不 别管了 不管也不行啊 看到了不管 那算什么事吗 下波 我就加上了小野 小野 我有必要告诉你 几天后会出现你的信息 然后席卷各种吃瓜群 此时小野并不是很相信 难不成这个就是专门利用封建迷信 以此猥亵女性身体的人 真的吗 不可能啊 我平时很洁身字号的 是这样的 你客厅的那幅画 你们可能看到的是雪原 但我看到是一座古堡 黑气环绕 正在吞噬着你的事业运 哼 果然是这样的 那我是不是要不把画扔掉 要不把画给你 你帮我驱邪啊 你先试一下能不能扔掉 扔不到的话就 就寄给我好了 我找找方法驱邪 虽然不太擅长 但我接触这东西肯定比你们多 此时另一边小野家里出现了一个帅哥 夏光 怎么大晚上的又找我 夏光先是看了一眼四周 下午的直播我看了 算命这种东西最好还是不要相信 都是假的 有些心怀不轨的神棍 说不定还想在你身上谋取利益呢 我当然知道 也就是蹭一波热度 不过我总感觉那个主播怪怪的 有多怪 他还把你画的雪原看成威廉古堡呢 可能是专门搞直播效果的吧 对了你看他 直播结束了还在说这幅话 节目效果都搞到这种地步了 夏光看着聊天记录 头上都渗出了汗珠 这个神棍 简直是胡闹 我们必须曝光它 我直播算命 看出百万大博主家 有邪化作祟 竟被怀疑是骗子 我发现自己回到了曾经的家 真怀念啊 爷爷 你要是还活着该多好啊 你这小子 光嘴上说着想我 我交代你的事情 你是一件没干的 爷爷 你说其他事就算了 天眼图和天使宝剑 你怎么都没拿回来啊 嗯 什么天眼图 还有什么天使宝剑 我没听说过啊 傻小子 不去拿就被人抢走了呀 爷爷说着 一脚把我踹了出去 爷爷给我偷梦了 天眼图 还有什么天使宝剑 这老灯不会是自己忘了 然后这会儿才来偷梦的吧 过几天回家看看 还有没有什么遗漏 闲来无事 我又打开手机 却发现和小野的聊天记录 被发到了网上 下面骂声一片 我立马找小野 回我的则是红色感叹号 差点没给我气晕过去 经过一番掐算后 原来这背后有一个男性推动者 而且床召事件不仅没有消失 反而提前了 既然他不相信我 那就只能承受一次了 真相总会来的 而且现在热度这么高 黑红也是红呀 我鼓起勇气 打开直播 直播间人气 直接是之前的十倍不止 之前观众你以为你这人还不错 没想到才过几天就塌房了 真的是人不可貌相 估计他之前的事件都是包装出来的吧 我反正相信绿天帝的为人 这背后一定有什么误会的 然后就这个帮助我的话 很快就被弹幕淹没了 大家别吵了 我能插句话吗 还真有真爱粉啊 几美们 快来这里给黑名单进货了 不是 你们怎么这么激烈呢 该不会是水军吧 我见此 索性也不阻止了 本人承蒙粉丝厚爱 现在就以绿天帝自称吧 首先我承认聊天记录是真的 看吧 他自己都承认了 你们所谓的真爱粉们还想怎么解释 就是就是 不过现在承认也晚了 其次 本人是善意的提醒 只不过被别有用心之人借用 并且请了水军试图把我搞臭 第三 真相会在金明两天揭露 倒是希望大家保护小野 不要外传 第四 水军有一千人 都是学生 这些我都知道 哪个公司我就不说了做事留意线 日后好相见 招惹我 我会让你们很惨的 还敢威胁我们 甚至把网友们都便造成水军 撕水军 别说那么多 连线来 对线 你看 他急了他急了 跟你们说话简直浪费时间 我气得直接关掉直播 准备去公园散散心 另一边小野家 夏光 我看这个人算得很准啊 我是不是错怪他了 这男人明显就是江湖骗子啊 我感觉你现在的压力可能是有点大 恐怕影响了心态 我给你分析一下他的芯片套路吧 好呀 你快说 我就这么说了 和你同一时期起来的网红们 先前是不是有一两个也被造黄摇了 是的呀 这就对了 你再往前看看 大小网红 但凡是有点姿色的基本都有流传过这种东西 他就是要利用看热脑不闲事大的人会煽风点火的心理 可是 作为你的好朋友 虽然我不想这么说 但是我必须得告诉你一声 这种事情也确实很容易发生在你身上 毕竟你的体量也不小了 对呀 我知道了 他就是利用某些人的心理 知道一定会有人造这种谣 所以只不过是提前说了 然后自然而然就可以成功预言 随后小野便送夏光离开了自己家 浑然不知 夏光在他家留了一个东西 好 好 好